音乐人窦维5月4日在公益文化活动《正能量青年节》上发布新专辑《敌音下善》 与其他歌手发布新专辑时的签名签授麦力吆喝不同 一向低调内敛的窦维甚至都没有公开露面 只是在后台抚琴演奏了其中的三首新曲 不仅谢绝了媒体的拍摄 也将特意前来看望的歌迷们举之幕外 多维的特立独行是众所周知的 尽管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着实让歌迷们遗憾了一把 但大部分人还是对此表示理解 还蛮奇怪的 然后这是他一个创意的形式吧可能 肯定是希望能够能够看到最好 主要是听音乐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很窦维吧 然后而且这不重要啊 其实真正的知音不在于要不要见面嘛 如果我就对他来说也是 就是如果有太多人找来签名 可能还是一个累赘 但如果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东西 比如出碟别人会去买碟 那个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回报吧 或者最大的肯定 所以我觉得见不见面无所谓 当天窦维演奏了三首新曲 《旭》《敌音下善》2012拍 曲风婉转优美富有禅意 虽然指纹声不见人 但依旧让现场歌迷感动 感觉这个音乐比较有禅意嘛 就是比较那种中国的那种文化的韵味 比较浓一点那种那种音乐 比较安静让人联想 他就讲到那个虚旧啊那些那些东西嘛 所以蛮有蛮有味道的那种 蛮蛮体会的那种那种感觉 很多人都觉得他已经过气了 或者说在谷底了 但其实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特别执着的音乐人而已 而且他的才华 真的是很难 很少有人能望向 望其向背的 所以 而且他现在走的这个路子 也是完全不划重取宠 只是做到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东西 这个我就特别感动 在当天开幕的正能量青年节上 画家陈丹青 DJ史航 余舟 与百余位青年共聚一堂 回忆并分享有关青春的故事 为期三天的正能量青年节 还将通过展览 论坛 演出 电影放映 互动体验 免费午餐等 丰富青年人的认知与理解 扩大沟通交流 展现先锋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